这家的能量宝贝原骨粮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 不含基因改造原料 不含色素 不含糖分 不含香料 不含防腐剂 跟不添加淀粉 完全是100%运用7种有机骨粮 让宝宝非常安全地释取丰富的营养之外 也特别的添加我们这个聚焗的聚粉纤维 聚粉纤维有非常好的抑菌 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抑菌的生长 然后可以从中地改善我们的肠道环境 所以可以很好的帮助消瓦 然后和改善便秘的这些问题 然后可以从中地提高宝宝的免疫力 然后还有的就是一些父母都会常常问我说 我的孩子有麦糊或者是牛奶的过敏 甚至是一些过冻儿 就会问我们可不可以吃我们的有机骨粮呢 答案是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的能量骨粮呢 是不含任何的麦糊和乳糖 所以对于一些呢 非常适合些乳密蟹啊 或者是小麦过敏啊 或者是一些乳制品 对乳制品过敏的儿童 或者是一些自闭儿 过动儿 或者学习换慢的儿童都非常适合 当然对于素食籽的宝宝也非常适合 是不含任何的糖分或盐分的 或者是一些添加剂 那有些妈妈或者是爸爸就会问了 这样我的宝宝啊 的朴实或者是米糊当中 是否可以加盐或者是糖 那答案是 只要还在宝宝还在一岁以下 是不仁的 因为盐的试取超标的话 其实对于宝宝来说 它是有害处的 尤其是会增加宝宝的心脏 跟肾脏的这些负担 甚至还会影响宝宝对盖子的吸收 那当然有些妈妈呢 都讲说 诶 我可不可以在这些米糊啊 或者朴实当中啊 加一点点的糖或蜜糖 因为甜甜的 孩子会比较好开胃 比较喜欢吃 那答案也是一样哦 还在一岁以下的时候 我们也还是不建议 过多的加这些糖类 给孩子吃 因为它很容易造成啊 小孩子的长猪羊 甚至呢 还会增加宝宝那一个 糖尿病跟那个肥胖症的 那个几率啊 重要的还是 过多的吃一些咸啊 或者是甜的味道的食物 那会很容易啊 让那些宝宝们啊 会对其他食物 觉得没有味道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 宝宝的一些 跳死或骗死这种情况出现 有一些妈妈还是认为说 如果我不加一些 甜啊 糖在里面啊 会不会宝宝觉得那些食物不好吃 其实啊 对于宝宝 开始吃朴实的宝宝来说啊 所有的食物啊 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新鲜的 更加别说是我们 来宝贝的古粮啊 其实一拔开啊 你就会闻到一股很香很香的米香味 尤其是当你在家上温水去 冲泡调成那个米糊的过程当中啊 那个相遇更加的扑比 所以很多顾客都会跟我说 啊 你的那个 那个我的宝宝啊 每次一看到我去冲他的那个 那个古粮的时候 就非常的开心 如果是为他吃 吃慢一点点啊 他们就会啊啊的 compan了 甚至手都会来 抢着来吃了 所以不用担心 当然如果 超过六个月的宝宝啊 在朴实当中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 鼓励大家 可以在食物里面 添加天然的食材 就好比如说 一些蒸熟的 啊金瓜啊 马铃薯啊 啊 啊 蕃薯等等 甚至是苹果 我们可以 呃 添加在这个宝宝的 啊 米糊当中 啊 天然更新鲜的食材啊 比你去买一些 有口味的米糊啊 来得更健康 更有营养 当然 呃 我们讲这种各种的食材 我们都会鼓励大家 是逐渐的增加 就好比如说 一种的 啊 食物就好像 金瓜 你可以尝试给宝宝 连吃三天 如果宝宝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 或者是敏感 那你就可以再给宝宝尝试别的种类 那还有一些啊 会问到说 呃 我们的有机米糊是否可以放在奶粉里面啊 或者是母奶里面 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宝宝呢 是吃配方奶粉的话 其实可以减少奶粉的分量 逐渐用米糊代替 呃 就好比如说 平常宝宝是吃五汤匙的奶粉 那只用一汤匙的米糊来代替一汤匙的奶粉 那就等于是四汤匙的奶粉 一汤匙的米糊 那其实也可以帮助宝宝减少对牛奶那种啊 啊依赖啊 从中也可以让宝宝增加那个饱感 我们的宝贝圆骨粮啊 不单只是给鱼 只是给宝宝吃 其实对一些肠胃消化不良 和血糖比较高的人啊 也非常的适合饮用啊 然后第二呢 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会听到一些 妈妈就会跟我说 诶 问我道说 为什么啊 你的那个宝贝圆骨粮啊 看起来成分好简单哦 因为我们都讲嘛 我们是用七种有机的骨粮 然后加那个剧粉调配而成的 那而且也没有说很特别的材料 那为什么偏偏的他的宝宝吃了时候 就真的会改善他的身体状况 其实骨粮里面的避免 第一呢 就是我们是运用100%的有机骨粮做成的 第二呢 就是里面100%不含有任何的添加剂 添粉防腐剂甚至是脉腐等等 然后第三呢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经过我们的Alive的专属高科技技术 BAE 然后将这个宇宙原能注入 当这个注入这个BAE的这个宇宙原能之后呢 其实食物就会变得分子会变得更小 所以让我们人体更容易吸收 所以才这么多年来啊 我们有这么多的那个重食那个顾客啊 只要家里有宝宝要吃米糊的 一定会想到我们能量原骨粮啊 然后有时候啊 我甚至会常常遇到一些顾客啊 带着孩子啊 那些孩子啊都会看到我就会叫我啊 那个Celia姐姐 Celia姐姐 因为他们妈妈常常都会跟他们说 你们就是吃这个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Celia长大的 所以他们往往呢都只看到我 只记得我叫是Celia Celia 其实他们却不知道我的名字叫Carol 那当然啊 一个好的品牌 一个好的产品 其实不用很华丽的包装 都会有人为他们讲话的 当然也很期待你们之后会带来更多的些顾客的分享的故事 谢谢大家